一头熊狮正在复仇,它在追赶一只猎狗,看见熊狮后,猎狗四处逃窜,但一切都太晚了,它们哪里是熊狮的对手?熊狮一个华丽的倒栽葱,直接把猎狗压在身下,它的目的很明确,它要折磨猎狗,猎狗的脊椎已经被熊狮咬断,它现在已经瘫痪,无法动弹,熊狮要得就是这种结果,让它生不如死。 狮子是世界上唯一一种雌雄两态的猫科动物,熊狮有棕毛,而雌狮没有,狮子拥有猫科动物中最大的头骨和肩膏,熊兽普遍的要大于雌兽,熊兽的头体长一般在35-38厘米,雌兽一般在28-32厘米,熊狮领地意识非常高,它们喜欢用尿液做标志,当流浪熊狮闻到狮王的标志后,它们会止步不前,如果胆胆入侵,狮王会对它们不客气。 虽然母狮挑选熊狮时并不看颜值,但它们有自己的择偶标准,比如棕毛越长,颜色越深的熊狮,常常会引起母狮们的注意。 熊狮掠杀猎狗时,更多的是调戏和折磨,比如这只猎狗,它的后半截已经被两头熊狮咬断,但两头熊狮并不想杀死它,它们要求猎狗用两条推走路,只要停下来,它们又会打它。 猎狗看上去非常痛苦,看见猎狗痛苦的样子,两头熊狮非常高兴,在狮群中,熊狮的战斗力非常强,比如这只猎狗被熊狮一口就咬断了脊椎,别看猎狗个头小,它们非常阴险,也很凶猛。 猎狮想过来查看猎狗究竟死了没,没想到猎狗挺会装,它对猎狮突然发起攻击,它一口咬住猎狮的嘴巴,猎狮痛得不停的后退,没想到这家伙这么狡诈,关键时刻,还是熊狮出手才搞的定。 结果被熊狮一口送上了西天,在非洲大草原上,猎狮经常抢猎狮们的猎物,但它们非常害怕熊狮,熊狮从来不把它们杀死,而是进行非人的折磨。 这只猎狗被熊狮折磨了一个晚上,它现在只剩三只腿,其中一只腿已经被熊狮咬断一小半,熊狮这样做比杀死它们更难受,即使这样,它们也不长记性,还是经常抢猎狮的猎物。 它现在只有三只腿,它痛得无法站立,它还想跑,结果被熊狮上来又是一顿折磨,这只猎狗真够倒霉,它怎么都不会想到,熊狮报复心竟然这么强。 其实,狮子们的菜单上根本没有猎狗,要不然熊狮早就已经把它干掉。 为什么狮子不喜欢吃猎狗了?主要原因是它们太烂烫,太臭了。 这只猎狮是着想吃它的肉,结果被熏成这样。 看着猎狮痛苦的表情,想想猎狗肉到底有多臭。 另外几头猎狮停止了撕咬,它们实在受不了了。 这头猎狮被熏得直接放弃,它赶紧离开。 本来想好好地打一顿牙剂,没想到被搞成这样。 这群母是只能选择无奈地离开,猎狗还没死,它还在那喘着气。 不过,接下来它非常痛,它会被活活饿死。